大家好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 薩爾達傳說 晃野之息 中文版 我是魏惟 昨天我們解的這個 都是滿滿的Guardian的這個 房間裡面的神廟 望卻神殿裡面的神廟 那今天我們打算去解 這黑暗森林裡面這個神廟 在這邊 這邊是黑暗森林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再爬出去 我們從這邊這樣爬出去 爬到這邊以後 然後再往 這個黑暗森林這邊走 我們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打算 直接把我們傳到這個地方 我就不用走了 然後傳到這個地方是一個 海布拉茲塔 滿高的地方 我就用飛的 飛到大概這個附近 好 這樣外面天氣很好 我就打算 飛過去還滿冷的 那我來換一下我的衣服 呃 換一下這個 這樣 那我們現在沒有在打Guardian了 我們現在就穿這個 防寒的衣服 飛過去 這樣子 這樣天氣還不錯 飛過去 應該蠻輕鬆的 比從神廟這邊走出來好 然後我沒有忘記 在那個旁邊的這個驛站這邊我們還有一個小任務沒有解 我們打算先去解那個黑暗森林裡面的這個神廟之後 然後我們再回來解這個驛站裡面的任務 就飛過這個忘卻神殿的上面 那在飛的時候要注意一下你的體力喔 這樣我的體力現在還夠 那等到沒有體力的時候我就打算 吃一點不體力的食物 我就打算飛到 飛到這個對岸就好了 那我可能就下來用走的 假的我快沒有體力的時候 我就飛下來 那我就用走的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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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飛得很高興然後忘記你沒有體力喔 整個摔下來 那蠻慘的 這樣我就一路往這個黑暗森林的方向走 我記得這附近好像有一個半獸人喔 這樣子 可是沒有看到 今天沒有看到 我覺得在 如果有半獸人的話 大概在我的右邊 好那我剛才看到前面有很多野豬騎士喔 我就躲過他們 今天不想跟他們打 那我只想要秀給大家看 怎麼樣到這個黑暗森林 然後去解黑暗森林裡面的神廟 所以我就沒有看他們 所以我就沒有看他們 往這邊走 好像有點打雷喔 我把我會導電的武器喔 先解除掉 然後這個公圍把它解除 一下 不然等一下會被雷擊 那我的盾呢 目前是沒有問題 應該不會導電 那我的衣服呢 應該也還好 這樣我就持續往我的目標前進 在這個大雨之中 這樣我現在在這邊 我大概方向有點偏喔 我往這邊走好了 這樣我的目的是要到這邊 這樣我的目的是要到這邊 我在這邊喔 加一個這個圖釘喔 這樣我比較 等一下不會忘記 比方說 加個星星在這邊 這樣看不到 我把我的星星改成 改成這個亮光的 這個粉紅色的好了 這樣我就比較清楚 我要往哪邊走 又下雪又打雷的 在這邊我早上飛過去 這樣往這個粉紅色的 這個方向走過去 我現在通常都會這邊出現一些 骷髏的這個怪啊 這樣可是今天沒有出現 我們應該是快要到了喔 你到這個附近 你就會看到齁 像這樣的雕像 很奇怪的雕像 這邊 你就看到這個很奇怪的雕像 這附近都是這個雕像 你看到這些雕像 你看到這些雕像的時候 你應該從下面看到這些雕像的 你就一路看到這些雕像 一面走上來 然後最後看到這兩個雕像 然後到這邊就是這個 黑暗這個森林的 這個起點喔 在這邊 那等一下走進去的話 就會一片黑暗喔 然後走進去就一片黑暗 那 我現在在哪邊呢 我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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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邊然後 我們等一下會要在裡面解個神廟 一進去就是一片黑暗 那這個神廟大概在這個附近喔 大概在這邊 那我先標一個這個地圖釘在這邊喔 這個粉紅色地圖釘 那等一下萬一很黑暗的時候喔 我們就直接飛到這個地圖釘的地方喔 算是作弊這樣子 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你會在一片黑暗裡面 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完全不知道你到底身在何處喔 這樣子有點像迷宮一樣會迷路 那我們等一下就不要走這些迷宮 直接飛到這個地方來 那那個地方呢 有一個大個 我們就是要跟這個大個打一下就對了 應該也不會很難 這樣 那我們就走進去囉 好 這邊就有個火把可以拿喔 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一個劍丟掉 比方說 我們不可能丟Master Sword 所以我們來丟一個 嗯 知道 冰雪劍嗎 很少用 那我就拿這個火把 拿這個火把以後 就可以點燃這個火把 然後就可以這樣進去冒險喔 那一進去以後 你就會看到有一些 可以點燃火把的地方 像這邊 這樣就可以慢慢的進去冒險 然後這邊有好多的岔路喔 你就可以 走這邊的岔路啊 這樣然後可能 中間會有怪啊 一些蝙蝠啊 這樣 不過我就不打算這樣做 我就打算飛到 我們這個 嗯 飛到這個中間這邊喔 去解這個神廟 這樣 那目前神廟是沒有跑出來 現在神廟是隱藏在地底下的 那等一下這邊就有一個大個 你就要跟這個大個喔 嗯 決鬥一下 決鬥一下 不是很難 你就可以拿到大個上面 帶著一個珠子 然後你把那個珠子放到一個 嗯 祭壇上面 那就會 跑出神廟了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所以我 我就不打算這邊 繞來繞去喔 可能會碰到一些篇幅 或者碰到一些 嗯 骷顱頭喔 這樣 那我就直接飛過去 這樣 我就看了地圖飛喔 這樣我就不會迷路喔 就飛到這邊喔 那這邊是一個 有大個的地方 你看那邊 那邊就是一個 你會碰到的大個 那 然後這邊有一些高地喔 在這邊 那我打算 在這邊 升一把火 因為這邊超暗的 什麼都看不到 那 我就打算在這邊 先升一把火 我先拿我的這個 火的劍 然後我來 找我的這個 木材在哪邊 醬 在那邊點那個 醬我就火了 醬我就火了 你可以想像喔 這邊沒有火喔 絕對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所以這邊 所以這邊是一個 很高起來的地方 醬我在這邊再放一些 放那些火把在這邊 升火一下 這邊的高度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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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這個地方我生了很多火 這樣我看的超清楚的 我本身是一件好玩的 我平常 我平常 是一件好玩的 在那邊 我們在這裡 有一個火 在這裡 我們現在 在這邊 我們在這裡 可以嗎? 我剛才掉下去了 所以看不到任何的光芒 那我在這邊再升級把火 所以我大概知道 我的區域大概在這邊 那我現在穿個防火裝好了 把他等一下被燒起來 那我也確認 確認這邊 那確認 大個袋在那邊 我就來 來 來拿我的這個 弓 然後來去射這個大個 在那邊那邊是大個 就出來了喔 這樣 喔就是用火箭射他喔 這樣他其實很弱 這樣我們就把他殺死了 這樣我們就到這個 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這樣所以我們就 拿到一個這個寶珠喔 那這樣他有一個洞 可以把這個珠子放到這洞裡面去喔 這樣那我們就先去拿這個珠子 好 然後都拿完這些東西以後 我剛才看到那個 放寶珠的地方可能在那邊 看到了嗎 所以 看不太到 我們大概在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珠子 拿起來 然後放到這邊 然後在黑暗裡面 就會看到一個神廟 好那我們就往這個方向過去喔 那這個方向喔 它有點高度喔 所以你可能到最後要爬上去 這樣我們就解開這個黑暗中的神廟 哈哈 一片黑暗 我現在在哪邊 我現在在 這邊 喔在這個黑暗 一片黑暗的森林裡面的這個地方 最好是飛進來喔 如果你在拿一個火把那邊 繞來繞去喔 你可能會很慘 而且真的繞不到這個地方 有啦可能會繞到這個地方 很辛苦 繞一繞去就繞到這個地方 一片黑暗的地方 不是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 大家可以飛進來 拿到你的飛行能力的時候 再來解這個神廟比較好 那我們就繼續這個神廟囉 好 那這個神廟沒有什麼好解的 因為我們剛才在外面喔 照道理來講 應該是繞了很多黑暗的這個森林喔 被搞得很慘了以後才能進到這個神廟 所以 這神廟什麼都不用解 就拿到寶箱就好了 有個古代核心 好 所以我還是在一片黑暗這些地方喔 那 痾 那 你也可以這樣一片黑暗再走回去喔 但是 我就不打算這樣子 我打算呢先拿這附近的大個給我的 欸拿不到了 我以為在這邊會拿到大個剛才留下來這個 武器喔 這樣可是拿不到了 那我就打算 不要這樣子繞 不要從黑暗森林繞出去 我就直接 把我自己傳送出去 這樣我把我自己傳送到 這個大雪原這個地方喔 那我就打算 明天再從這個地方 我先傳送過去好了 目前這邊有點冷 我來換一下衣服 換這個保暖的衣服 好 所以我們今天先玩到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解了這個黑暗森林喔 教大家用最快最簡單的方法 來解開這個黑暗森林裡面的神廟 希望對大家玩遊戲的過程當中 會有幫助 那我是魏偉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 那我們明天 再從這個地方 繼續去解其他的神廟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